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在于人的责任 人的意志了 若不是圣灵感动 没有人能够称基督为主的 以弗所述说 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监讯了 但是二章的时候又说 你们死在过犯罪当中 祂叫你们活过来 所以在人的得救的事情上 人是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虔诚或者意志 甚至包括祂的选择来叫祂得救的 这是圣灵的神的恩典 圣灵施行救恩的时候 重生一个人 祂重生一个人 借着祂所听到的道 上帝用真道生了你们 对不对 借着祂听了福音的真道 圣灵使你信生出来 生出一个新的生命 那你才能呼求神的 所以信主一定要有人的责任 人能够选上帝们 人能够说 我信 是因为圣灵重生祂 有新的生命生出来 祂才能信的 道 浇灌祂 祂绝对 里面有圣灵的 祂绝对有责任要顺服祂的主人 圣灵 那应该要这样讲 那谢弟兄 我怎么信 我来问一个最近网红的问题 就是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 不是穿的两个基因编辑的人类吗 出生了 这个国内的 国内这个深圳嘛 深圳 赫医生 叫霍霍医生 然后这个就和你昨天讲的这个有关伦理的东西有关系 当然和人类的伦理 当然和宗教有一点关系 我想问你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神或者圣经里有没有什么明确的说法 或者对人类的探索 科学探索 有没有什么神喜欢还是不喜欢的上限的限制 那么这个 你看这个人类基因 当然这个人类社会各国家当然也有一定的 不一定是法律上 但是它会有一些论理上的会有些限制 那么这个国内搞出这两个来 也是所谓的普田系啊 普田系的名声很差的啊 普田系的医院他们有个所谓的伦理委员会 批准了他做这个手术 然后最后把两个孩子的基因编辑了一下 编辑就是修改了 然后说是能抗癌 但是这个现在有很大的争论啊 很大争论 到底是编辑还编辑错了 现在都有很大说法 但我意思我问的就是说 神有没有什么说法对这件事情 然后再推广了 那我就想象了 那么对克隆比如人类 当然这是直接对人类了 那么对动物的一些改变 比如说克隆的羊啊 克隆的牛啊 或者甚至是对植物转基因之类的 这个有没有一个圣经上 有没有一个通用的说法 所以谢力兄跟大家那个回应 我听不清楚 你问的是cloning对不对 cloning的东西 我现在主要问的就是对人类自己的改变 对人类自己的改变 人类的科学研究现在已经出现了 直接改变人自己的基因了 好 这个一切的生命啊 按着圣经的原则来说 一切的生命是出于神的 那么人的生命上帝所赐的 因为精子跟卵子结合之后的 那个已经有生命的 所以刚才我回答的不对 或者没有按着你的 所以这个人的生命已经是从神来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生命 尊重生命 所以我们信徒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里面 我们不玩弄生命 比如说玩弄生命的东西 好像stem cells cloning 这些东西 不是按着自然原理 产生出来的这种方法 为了科学的缘故 好像embrol这些东西 为了造福人类,对这些cloning的东西、stem cells、embroid的东西,我是反对的。 所以美国总统George Bush是一个基督徒, 他是直接stem cell的东西,stem cell experiment,他是vito, 马上反对这个东西,身为一个基督徒的原则。 我是认为甚至这种好像,顺便讲到别的东西, 甚至试管婴儿,这种IVF的东西,其实我也是反对的。 因为这个IVF的东西,比如说拿五个卵子,全部就是fertilize, 然后收在冰箱里面, 人为了要得一个生命,他冒险五个生命, 为了要生出一个,生了一个两个之后,其他的丢掉, 这个是完全杀生命的东西。 那人也凭什么来选择,这五个里面,我怎么选一个两个健康的? 上帝把健康的也带来世界,不健康的也带来世界,对不对? 这是神的主权所定的东西。 所以一个生命能够形成,从人的生命里面,人的身体生出来, 这是生命的主他定的原理来的。 所以我对科学,科学已经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 好像对这些ethics 的东西他们不管, 其实是有一点play with God, play with life, play with 上帝,赐生命的那个上帝, 祂所定的原理原则来做。 所以人家说有什么害处? 我们赤管银河生出来的也是害处,当然也是,对不对? 有些人说同性恋有什么害处? 我们也是相爱,我们相爱也是帮助社会、造福人群有什么害处? 其实我们忠于真理的人生,你反了上帝的原理做的。 这好像无花果树,不是无花果树,善恶果,我吃了, 我能知道善恶有什么害处? 这是反了上帝的主权,上帝定的原则。 所以我们信徒在这个地方最好是保守,最好是保守。 我的看法跟现实这种能救转基因的植物, 我们觉得身边非常常见。 所以转基因的植物,genetic modified 这些东西, 其实你问,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呢? 其实上帝把营养都放在很自然的植物、肉类这些东西, 这是因为人的罪可能造成的食物不够, 食物短缺或者人浪费, 还有也可能是环境的细菌这些东西, 所以来就把这个食物 modify 这个东西。 当然这个大体来讲是人的罪所带来的。 好像这个 全世界 95% 的, 它是放了昆虫的那个基因, 有一些专门吃这些植物的那些细菌、 那些昆虫、虫子的基因, 跟那个 放在一起。 那么,其实吃了完全没有营养的, 但是呢,种的时候虫子不会吃嘛。 所以我们去问,这些 genetic modified 出来的东西呢, 其实看起来是能够喂饱群众啊。 但是其实呢,在堕落的这个人的世界里面, 我们科学一直进展的时候, 我们繁殖出来的这些植物啊,肉类啊, 其实对人的身体更有害的东西。 所以,我是这样说,我们圣徒呢, 我是这样,我们在新加坡里, 我是奉主的名,什么都吃。 所以不管是有打农药、不打农药这些, 我也不是成为一个paranoid,什么都怕,对不对? 只要蔬菜什么东西,就是从土地这样种的就吃了。 虽然很多东西现在人家说,这个水果啦, 我有些不用这个seed,没有seed的东西这样种出来的话, 你能够这样吃。 但是我是奉主的名,就靠着神的恩典这样领受了。 但是这个人的罪带来的,就是你可以说这是人浪费呢? 这是人惧怕不够呢? 还是人就是为了保护这个食物不短缺呢? 他们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所以这些都是人的堕落里面就做出来的。 所以我不反对科学, 科学能够帮助人,医药、技术、技术的发展, 能够帮助人身体好、强健、长寿。 但是我们一定回到圣经的原则, 我们强健、长寿、我们要活得久,是为什么? 上帝还是给人定了一个原理, 你要认识造物主,所以你要得救。 然后第二,你要遵行祂的旨意。 第三,完成你在地上的使命,然后去建筑。 所以人一直失去了这个,只有管我在地上要长寿,要享受地上的人生, 所以就会想很多的办法,要造出很多的方法, 甚至这些东西,来给自己身体医治、这些什么各方面的东西,身体健康。 其实反而是弄巧反着。 所以这方面我们也思考一下。 这个堕落的世界,我们没有完美的答案。 有些东西,你说该做不做,好还是怎样。 当然如果我有病,糖尿病到现在没有办法治嘛。 如果我有糖尿病,如果有糖尿病的解药, 当然如果我们领受,当然是好。 但是我更要强调的是,我们活着要为什么? 活着干嘛?长寿干嘛?对不对? 这也是我们信徒应该要恢复的一个心态。 并且我发现,其实我们为福音活的人, 其实我们不需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为这个担心的。 主会保守我们,这是主的应许。 就是说,我们听到福音了,是有福的人, 但是那些还没有听到的,就已经死掉的那些人, 他们会给他们一次机会吗? 还是他们就根本没有任何有生的机会呢? 西伯来书9章27,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 所以人认识神,只有在他有气息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认识了,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告诉我们, 人一离开了断气之后, 整个属灵的世界向他敞开了, 那个时候已经再也没有得救的机会了。 这是一点,我们先明白。 有一些人说,为什么上帝这么残忍? 人死了才看到真相,然后我才要信主,那不可以吗? 你们怎么认为? 我是从整本圣经得到的一个原则是这个。 从人犯罪之后,有两个族类出现了。 一个是属该隐的,一个是亚伯的。 后来亚伯被杀了,就是塞特的,对不对? 该隐是其实抵挡神的族类的。 你看到该隐,他就杀了亚伯,对不对? 然后他就建成,然后他的后代制造武器,制造音乐,这些东西,这些文化全部都是反上帝的文化出来。 另外一个是塞特的族类,一直到亚伯拉罕,他们是认识这个救赎的族类。 在神的福音临到人类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这个是一个区分的。 属神的一定会接受这个福音,悔改、重生得救的。 不属神的,他在这个地上,不管他有没有听到福音的机会,他绝对会拒绝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一个人,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永恒,不但永恒的命运, 他的永恒的身份,永恒的所属是被证明出来,原来他是不属神的,或者他是属神的。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所以一个在世不信上帝的,他离开世界之后,其实他的本生命显露出来的,他是不属上帝的。 就算你给他永远的机会,他也不会信上帝的。 所以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们了解吗? 所以信,不是因为这个上帝会惩罚我,我害怕,所以我信他。 不是,所以我们这些信的人是因为我们是属上帝的,所以上帝拣选的人,圣灵必定实行救恩,把新的生命会生出来。 所以我们是无论怎样,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个福音,无论怎样属神的人,就算一次拒绝,不会一生拒绝的,一定会来到主的面前。 在世,无信拒绝这个福音的,他死后,原来他的生命是怎样? 他是兽的生命,the mark of the beast 是在他的身上的。 所以启示录后面讲,the mark of the beast,他们是没有印记的人。 所以这些人不属神的,属于撒旦的,这是魔鬼之子嘛。 约翰福音这样说,所以他们是永远不会信的,他们是永远不会降服这个君王的,因为他们是属撒旦的。 所以这个意思了,你会理解吗? 所以不是上帝什么不给机会,你死之后呢? 人离开之后证明了,人离开之后证明他永远的身份是属上帝的,还是属魔鬼的。 他是该隐的线,还是亚伯的线。 在那个华人教会,他们是那么说的,就是因为启示录我始终没有读懂,我也不明白。 他们说,就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不要审判活人和死人,会给那些死去的那些人,还给他们一个学习的机会。 然后从里头再挑,我不知道,这都是他们告诉我的。 所以,另外还有就是人死了以后,这个灵魂,说先存在一个地方,耶稣来的时候,然后再唤醒,然后再审判。 我就对启示录一点不了解,我也看不懂,所以就是可能问的问题也有点不合适什么的。 这是他们随便乱解彼得后书,我们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就传福音给在监狱的人那些,其实不是讲这个东西的。 这个很清楚圣经里面,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这一切都已经,我们主耶稣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意思,活人是谁? 圣经讲活跟死的意思,跟我们人认识的活跟死有一点不一样。 死的是灵魂死的,永远看不见神的,这是死人,灵死的,不是肉身死的。 我们人的本生命,我们的存在是灵魂的存在来的,我们的灵魂这是永远的。 那活人是什么?灵魂已经重生了,新的生命,活的能够看见神的。 所以,已经重生活的,在神的面前受审判,冠冕的。 上帝会把冠冕加给我们为祂而活的圣民。 当然虚度光阴的话,但是你侥幸得救,你好像火中猜出来的财。 所以这个活人当中也有这样的,对不对? 死人就是没有重生的,死在过犯罪当中的。 这样的人要因他的罪受审判。 有些人问,这个罪受审判有没有层次性的? 可能也有,我不懂,但是可能也有。 因为圣经有一句话说,主耶稣来的时候, 博塞大、卡洛西纳,如果我在你们当中行的神迹,在哪里行? 在所多玛、俄摩拉行的话,他们早就悔改了。 上帝这样强调,对不对? 所以在审判的日子,你们受的会更严重。 好像是这个意思。 所以有刚硬的程度,抵挡神的,犯罪的程度也不一样。 所以受的永恒的审判里面,当然第一是永远的永远了,对不对? 但是那个痛苦的极限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有一些解经家他们这样讲的, 程度上也不一样。 但是冠冕的确是有不一样,对不对? 有些人是,保罗用星星来讲,像蓝星这样这么大。 有些人是好像小小的星,冠冕比较少的。 在永恒里面的发光,永恒里面的喜乐跟荣耀有不一样的,对不对? 在这个得救的人当中。 所以这是天上的奥秘,我也不知道。 启示录后面也没有讲,但是只有我们可以解释到这样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荣耀多大? 我们为主活的时候,经历的喜乐多少? 我们会有一个glimpse,也能够看得到我们将来我们在天上的荣耀是多大的。 所以为什么? 我们有些人这样活也是一辈子,那样活也是一辈子。 有些人好像宋上节这样得到博士,博士丢掉。 然后就是做主的工作,也看到这个价值。 有些人就是得到这个价值,只有为了糊口。 然后主日去教会,有一点良心,对主有一点亏欠, 但是总是放不掉世界的。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有四种土壤。 那也有这样的。 当然,神的话是一直挑战,我们丢去世界的,然后望着天上。 丢去世界的意思不是说你现在不要上班。 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为主而做,对不对? 主给你婚姻,为主而过婚姻。 主给你儿女,为主而养育他。 主无论给你什么,都是荣耀他而做。 那这样的人,回到天家的冠冕是大的。 这个问题就是我刚刚已经问了你一点点, 但是呢,我还是在这里想要再更清楚一点。 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 那么这十个童女呢,每一个人都是欢喜地去迎接主的到来。 然后呢,但是呢,有五个呢,是预备油的。 有五个呢,是比较粗心大意,好像油都不够的。 那么这五个人呢,主就把他们关在门外了。 那么当这个信息预备到这里的时候呢, 那么,就是我们查经的时候, 那么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会受到控告。 因为好像得救不是那么容易的。 得救不是那么容易的。 然后呢,另外呢,再联系到那个启示录。 启示录它说,它向七个教会说话嘛,对吧? 那么它,我们的NKJV版本的那个圣经呢, 就是它都有个标题的。 那我看这个标题呢,好像只有一个教会是好的。 那么其他教会,它都是什么堕落的教会,什么什么的教会。 但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呢, 它每一个教会它都讲到,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圣的。 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 那这个是,就是跟得救,对吧? 跟生命联系起来的话。 那也就是说,在现在的教会里面, 并不是人人都能得救的。 有没有内主,跟没有内主,有时候看不出。 但是人的serving ministry is obvious,看得到,对不对? 看得到。 我们就看,哦,这个人讲道,服侍,敢鬼。 这个是这样。 讲到主要来,哈利路亚! 我们等候主来,也有这样。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什么? 登山宝训的时候,到时候有很多人说, 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祢的名,敢鬼。 奉祢的名,医治病人,讲道。 主说什么?你们这作恶的,你们离开我去。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所做的,不是因为你里面已经有重生的生命, 得着了圣灵而做的。 所以呢,没有油的,没有预备油的。 这个油的意思很奇妙,对不对? 一个比喻嘛,要代表。 那是完全靠人本、人伦、人的热心, 为了得人的名誉,各种人的动机里面做的事情。 所以人的心极其诡诈。 我们认不出的,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 耶和华看人是看内心,人是看外貌。 所以我刚才说,有四种土壤,有时候我们也看错了。 这个人有条件,这个人很有水准,很高尚。 但是他有没有油,他有没有。 他有没有被圣灵重生,然后要顺服圣灵的生命在他里面所做的。 所以有些人的善行很小,就算拿一杯水,也奉主的名,来祝福一个弟兄。 一杯水是小小的,just a cup of water,祝福他。 But in the name of Jesus,in the name of Christ,这人也必要得上子。 所以教会里面,我可以告诉你们,在教会里面有山羊和绵羊。 主最后说什么? 山羊是在我的左边,绵羊在我的右边。 然后为什么都是羊? 为什么都是羊?因为长得很像。 但是一个是山羊的生命来的,一个是绵羊属于主的生命。 他们都做一样的事工,都一起讲哈利路亚唱赞美诗。 但是有一族人是永远离开神的,不能进到主的国度荣耀里面。 有一种是主认识的,他们也认识主的。 所以,被邀请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是不是这句话?选上的人少。 这个就是一个paradox,一个奥秘来的。 我现在一直讲的区分的信息,神的话是这样的。 你讲了天国的道,你区分。 喜欢天上的文化,看到天上的价值的人,他们是越来越明显。 如果你讲地上的信息,人伦道理,我们行善,我们什么,并不是不重要。 圣经也有讲,我们help the homeless,帮助人,love,这些。 但是,respect,这些都有。佛教也讲这个,Islam也讲这个。 什么都讲这个,基督教也讲这个。 你怎么能够区分啊?你根本不知道,对不对? 有些人就喜欢干事,对不对? 所以圣经无论怎样,还是讲你有没有新的生命,born again life。 圣经无论讲的是这个东西,有没有讲。 所以,在这个启示录的教会里面,启示录教会是混乱,很多混乱。 只有两个,四美纳教会是受苦的。 还有非拉铁非教会,你们力量虽小,但是还是遵守我的道。 都有上帝写给教会的话。 为什么上帝跟教会讲的话? 因为上帝是爱教会的。 教会是谁?教会就是神的圣民、重生的人相聚的。 这个叫教会了,对不对? 无论这个教会,一千个人,一千个人,重生的人就有两个。 没有重生的,998个。 但是这个还是主的教会。 这个教会上帝存留还是为了他们两个。 你们相信吗?甚至到这个地步了。 但是呢,主必定最后会降临的时候, 如果这998个还没有重生悔改的,上帝必定审判的。 也因着这个两个主的绵羊,他们在这样的教会很痛苦,受弱,没有被喂养。 神要审判这个教会教导的还有大众。 你们了解吗?但是神是为了那两个人来。 所以教会也叫做remnant,他们余生的子民。 所以在末世时代,尤其是你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 从第六印解开的时候,不是第六印, 第六号吹,那个脚伸, 第六号,就是第七号主耶稣就来了, 上帝的荣耀就降下了。 第六号的时候,尤发拉底河的四个死者就起来了。 这个河是什么? 这个河就是以前亚伯拉罕从加勒第五人过河到迦南地的。 过河。 从世界进到天国的那个边界没有了。 所以这个就是教会跟世界合一了。 所以世界的方法、世界的道理全部进到教会。 只有教会里面遍满世界的规模、世界的人, 没有重生的人都在教会里。 但是这个教会也有主的子民。 这个子民是很痛苦的,对不对? 但是主是一直用像这样的天国的福音来寻找这样的子民, 然后勉励他们、造就他们,使他们能够发光。 所以为什么我每次讲信息这么迫切? 我对圣经的解释,然后跟我看这个时代的光景, 越看越可悲。 越看这个教会的讲台的信息的辫子, 有信徒跟非信徒的整个样子是差不多一样的。 到底人有没有重生?这个也没有讲清楚。 只有人伦道理一直在教会。 来教会啊,我们进步自己啊,学的都是什么。 你跟马云学这个人生哲学, 跟现在教会里面学这个圣经学, 都是差不多一样的话呢? 那神的子民怎么能够重生? 也怎么能够成生啊? 所以上帝必定审判教会。 但是呢,上帝为什么写《启示录》的信息? 前面那个七个印、七个号还没有讲出来的时候, 他写给教会的意思就是, 教会无论如何软弱,还是上帝所爱的。 上帝所爱的,上帝必定有警告。 上帝警告的,有耳的应当听。 如果你们回转的,你们得胜的,你们是有福的。 得胜的,你在这个光景得胜的。 不同流,跟这个世界同流的。 不随从那个野喜别的教导的。 不随从那个尼格拉党。 这些都是启示录的话,对不对? 不冷不热的,上帝要把你吐出来。 但是如果你们悔改,用钱买白衣穿上, 买眼墨眼药来查眼睛, 让你们眼睛能够看见的,老底价教会。 这样的。 如果我扣门的,你们就开门的,我必定要进去。 启示录给教会的话,就是叫教会。 现在在教会里面的人悔改,归向神。 那么到最后,主的子民是会悔改的。 到最后那个苦难,大灾难来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问为什么大灾难来? 如果没有大灾难来,主的子民不会悔改。 灾难来了,真的主的子民抓住祭坛的脚,呼求耶稣。 对不对? 以色列也是大灾难来的时候,他们全民悔改的事情也会来。 所以这个世界的苦难。 对于主的大灾难来的时候,是最大的灾难。 我会给你一些灾难。 我会给你一位灾难。 我会给你一位灾难。 if the gospel the purity of the gospel is compromised everything else is compromised right because believing first of all is believing in the right thing in the right gospel so that's number one so my passion my aim the main aim of my ministry is to get the gospel right first and and that's why you see all the eroding gospel which is the gospel plus prosperity the gospel plus mysticism the gospel plus legalism is all coming into the church it's eroding the purity of christ's gospel and the hearts of the believers so that's one thing that i i think um it's it's a responsible of the minister to watch his life and his doctrine right that's what paul told timothy that's number one okay and probably after this get the gospel right the second challenge i would say is um it's the shepherding work of god as what i just said right because the church is about love right his church is about love at any point of time you will always see weak people in the church people who doesn't who couldn't lift up to what the bible says and no but i think god is faithful god love his people and god is sanctifying them through the truth so as we preach the truth as minister it's also our responsibility to shepherd them and exhort them encourage them rebuke them correct them and we have to go on doing this with persevering love it's not as if you know uh we talk about grace on the pulpit and then come we demand the people and expect them to change overnight now that won't do because we are dealing with sinners and when there is sin is very messy now we have to know that all right so so the minister get the truth right and the motive of his ministry is to love it's number two okay and then number three after that is mission book and one of the problem in the church nowadays is inward looking you know we just want to grow inward looking we just want to grow big and we just want i want to want to be well known you know now i i think the the aim of the work of god before he ascended he gave the great commission go right if we just stay comfortable in our comfort zone you know learning the gospel being happy together i think we turn we will turn corrupt and she thinks so because the sinful nature is when you are comfortable you will be corrupted you know if chinese you know if i stay in the comfort of singapore you know i don't go around china face the risk of evangelism you know and i go to taiwan and come to america and face the people the chinese here you know i wouldn't know i would just stay in my cocoon you know i always think the gospel is the singapore star you know so as i go out different culture i realize the same gospel the same heavenly culture is needed by the people of god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so the challenge for my congregation is number one be warned of the false gospel which their tendency and inclination is always easily succumb to those you know wherever they are inclined to you know that's where the prosperity gospel is capturing the hearts of the young people and so i have to get this very clear even as the world become more prosperous you know people want just prosperity without jesus people want to leave the cross to jesus and take over the throne of their own life that's it you know so that's the eroding gospel number one and number two is to make the congregation understand we are in a love ministry it's not about just telling the gospel and giving up on people when they don't change now that's the thing that i have to constantly remind my congregation and the third is they have to prepare you know the pastor has to go out of the church to minister to overseas for mission work and that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you know and i like the guys are not just get busy with their own family and work and to know everything they do for the family and work you know it's for this purpose you so um this this is the whole set of the gospel now we can just say you know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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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k about love then we don't do mission you know and then it doesn't fit you know yeah that's the thing okay 朱牧师我想问问你就说刚才你说那个绵羊和那个山羊 因为我没有听过这个事情就是说绵羊就是说是被神拣选的 是吗是这个意思吗然后山羊就是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 嗯牧师他知不知道谁是山羊谁是绵羊也不知道对吧但是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说我们自己有时候 其实也就是说在某个时间你是可以知道自己是绵羊对吧你是被神拣选的 但是你你可能星期六知道了对吧星期天你还能知道但是你到了星期一 你你就觉得自己可能变成山羊了就说你会摇摆对吧你如果说你一直都是绵羊 那你从星期一到星期天你基本也成功了嘛那如果是时间末日到来的时候你那绵羊的那种状态你是很对的对吧 你的油也很充足你就你就就是success了对吧但是问题是这样问题是你这个绵羊的状态 包括像我们跟nancy一起我自己体会就是说你也看到我自己能体会到神迹 对吧也体会到医治能能体会到但是问题就是说就是星期一就是问题就是在星期一的时候 你就觉得自己变成了山羊了我就回答他这个问题了山羊绵羊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你读 当主耶稣讲山羊和绵羊这是他们的本生命来的本生命所以你是绵羊就是绵羊不可能变成山羊 你只可能是迷失的绵羊所以你星期一到星期六你成为迷失的绵羊 星期天你被找回来了被找回来的绵羊但是你不会变成一个绵羊变成山羊绝对不是绵羊就是绵羊 属主的 所以分析三翘? 那么,那是迷失的 所以,那绵羊不是那是迷失的 美ютсяwolf现在是被世界的价值观信念,而挪虐了 然后呢就活在这些试探里面,受试探了 绵羊的生命,如果是山羊的生命 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的 这是天经第一的,我活在世界就是为世界活, 我去教会就是戴一个面具叫做基督徒, 这个是山羊,它没有conflict,没有挣扎的。 如果你是虚,你一定有struggle,一定有挣扎。 为什么我这样呢?为什么星期到星期六我就爱世界呢? 何等痛苦,对不对? 这个就是主天天要把你领回, 所以为什么有教会生活,有神的话,有祭坛,有祷告, 这些圣徒一定要守住的。 所以我们不是因为为了行事而去教会, 我们是因为我们很容易迷失, 所以不得不到大牧者的家,听到大牧者的声音,对不对? 就是教会嘛。 所以你可以问这句话,就是你不是山羊。 很简单来讲就是这样了。 还有一个问题比较简单,就是左边和右边有什么区别? 那个左边,你说左边是什么? 没区别。 其实一般上圣经都是右边,就是正面的嘛。 右边是正面的,是输出的。 左是欠缺的,对不对?欠缺的。 所以主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那就是全并的意思。 但是右的意思是right,对的,生命对的。 主耶稣是偏的,这个意思。 刚才他说了绵羊和山羊的问题,那等于是在教会里头。 那我那意思就是说,你看像中国有好多,都还没接触过圣经的。 那他又不是绵羊,又不是山羊。 这些人能不能进天堂? 当然,主耶稣讲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只有两种族类了,对不对? 讲到最后,主来的时候只有两种,不是山羊就是绵羊。 都是人,但是有好人有坏人。 上帝的好是属他的人,上帝的坏是不属他的人。 这个都是人,看起来都是人,但是是不一样的。 至于在中国,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福音传扬的理由呢? 尤其现在网络时代,这个福音是一直这样传的。 所以我们也不能,有些人说,那有些人住在深山野林, 没有机会听到神的话,神的福音, 那他就没有听到福音死了,那之后没有得救,那不公平。 这个东西是我们常常质疑,对不对? 首先呢,公义的神,祂赐下福音。 祂绝对有祂的方法来向人显明的。 也就是不是借着福音丹章。 我在台湾,我跟你讲,我在台东呢,我遇到一个牧师。 他是服侍这个深山野林的这些土族啊。 其实你知道,一个 village 后来全部信主了,从村长开始信了。 你知道怎么信的吗? 圣灵直接启示,把福音向他的心灵显明。 从来就是拜那个马祖的,你懂吗? 海盗们他们拜的那些神啊,那些马祖的。 忽然间有一天悔改。忽然间,不是悔改。 忽然间有一天,他的心灵里面有一个惧怕。 然后呢,他就做梦,还是看到幻想。 就是听到这个名字叫耶和华。 所以他去问,你们懂耶和华是什么? 到处问了。 后来遇到了一个人,把他带着。 这个字好像是基督教的神啊。 后来把他带到山下,然后就找到人。 然后他就这样,哦,原来这个是。 然后给他看圣经,他就信了。 其实呢,这位公义的慈爱的上帝, 他借着他超自然的方法,把福音带出去的。 所以呢,现在这个中国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对不对? 首先我们先相信,他是公义慈爱的神。 他施行的审判是绝对公义。 第二呢,他拆派他的福音的使者,把福音传出去。 尤其是在末世时代,主要来的时候, 他把福音很大量的传出去是借着互联网。 所以,为什么中国你去的时候,连农村的人都拿着手机, 随便寻所也会寻所到朱牧师的,都会的。 所以人没有推诿的,不能推诿的,不可以给借口的, 到最后都会听到福音的。 有些人听到一次,不信,他离开了。 有些人一声听到十次,他拒绝了。 他能够听到几次,有些人听到第一百次,他信了。 也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是继续传。 主的子民,主认识他的。 人不信必定有阻挡的理由, 但是主知道属于他的,他一定会把福音传给他。 他在他有生之年,会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的。 呼求主名的必然得救。 这就是我们对福音的人,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些传道者是很重要的? 你能够凡人把天上的福音放在你的口来传扬? 各位,不要小看这件事情,绝对不要小看。 所以我跟我的弟兄姐妹说, 我每个礼拜讲的,我说你们一定要录。 最好的,你们要把它录下来,录音机、视频, 然后简介、药房。 我这个人好像自己宣扬自己,绝对不是。 因为我知道我口里面所传的东西是多么的重要。 人要听到,没有听的怎么能信? 没有信的怎么能呼求? 所以能怎么听到,一定有差派的。 所以传福音的脚中是何等加美,对不对? 这是罗马书讲的。 有一天我们留弟兄和弟兄的信息要录下来, 要放。 有一天时间到了,你们很清楚你们所讲的, 对你们所传的那个信息的尊贵,你看到了。 其实你不用讲,人家也会录下来传出去的。 所以现在转发。 现在人家互联网,Facebook就是转吃的啦,喝的啦,去哪里玩。 我跟我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把福音的都传出去的话, 那这个互联网在你的手中是 useless,对不对? 简单的问题啊。 这个问题实际上别人回答我,但是我不太相信。 什么问题呢? 就是神和人类通讯的事情。 神给人类留下了旧约和新约几十本圣经。 那么这个圣经的年代呢,都是两千年左右的,之前的了。 那么这个有我听到的说法,就是这个圣经已经给完了,结束了。 但是呢,我个人来讲不太相信那么个说法。 那么也就是这个,意味着神下来给人类没有什么教诲了。 但我像是不是也在想象,是不是某一天,哪天人类去了火星,在火星上又发现一本,那也是神给人的什么话,又留下一本新的什么东西。 这种可能性会不会存在? 谢弟兄,我先问你,你相信圣经吗? 我相信,但是我在怀疑,或者是,圣经这一点来源,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我就问你,这个可以。 那么我相信圣经说的,我哪是在怀疑? 这颜色边,我还是在怀疑。 但是,我始终是通常的性。 这圣经为什么,当然是不是, 比如好像在中东里, 因为在水的非洲人都发现, 他们会不会发现, 他们会不会发现, 把天往西里面上。 那么有没有,与世最近呢? 比如,我才没有产照亮弹, 我没转到火亮, 如果今天圣经讲到原子弹、火箭这些东西, 你就知道这个圣经是假的, 就是跟着时代来变迁的。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圣经呢,很多的人说圣经已经不管用了,过时的。 后来他们过时了,圣经还没有过时。 圣经呢,绝对不变的原则。 上帝可靠无物的话。 虽然是两千年前那个正典, 这个正典怎么定出来,六十六本啊, 也是很谨慎的, 都是使徒们写的, 不然就是使徒们所验证的, 跟在使徒旁边的, 好像马可, 服侍彼得, 好像雅各,耶稣的弟弟, 犹大,耶稣的弟弟, 这些人, 然后他们在整个使徒的权柄之下服侍。 雅各本身算是使徒了, 后来他成为使徒。 然后旧约圣经呢, 都是耶稣他亲口有用的那些经文, 比如说他用传道书的, 所以传道书才能被用上的。 所罗门实际上也写很多的书, 但是只有耶稣说的书, 这些诗篇, 这些东西才放在里面。 所以呢, 整个圣经里面的1600年, 40多个作者, 然后不同职业, 有些高贵的, 卑贱的, 有些渔夫的, 有些税吏的, 有些做先知的, 有些做君王的, 你想想看, 他们的关系在哪里, 他们没有关系的, 但是全部放起来, 有一个中心信息, 就是主耶稣基督, 就是上帝的救赎。 那么, 有很多的人, 很多的科学家, 反对圣经。 有没有反对? 其实呢, 最后呢, 其实他们反对的东西是为什么? 因为圣经他们在活在的那个时代, 有了科学, 有了汽车, 有了飞机, 有了一些technology, 就是人类有点进展一点的时候呢, 他们呢, 马上要推翻那个源头。 其实源头所定的原理是还在的, 对不对? 如果没有源头定的原理, 没有那个大创造者, 怎么会有小创造者所创造出来的? 科学所带来的, 汽车啦, 飞机啦, 互联网啦, 有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呢, 人类的堕落是什么? 当他有一点进展之后呢, 前进一点, 然后忘记根源。 这个人类历史历代都犯的罪, 犯的错是这个东西来的。 所以呢, 我们是智慧人, 我们是聪明人,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无论怎样兴起来的东西, 就过一阵子没有了。 什么潮流兴起来, 大帝国兴起来, 罗马文化兴起来, 一下子就没有了, 没有了, 对不对? 但是神的话遵行祂的旨意的, 一直长存, 这个福音继续长存。 这个上帝是用整个人类历史来证明的, 整个人类历史。 所以不但是我们基督教现在, 美国才两三百年历史, 对不对? 福音每次去到的国家, 那个国家就兴盛了, 曾经是罗马, 曾经是大英帝国, 曾经是美国, 现在还是美国, 然后快要中国也是这样起来, 其实都是因为福音到了那个地图去了。 我德国学习这个地图, 就是说上帝与关系人类, 人类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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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五十是没有任何来说, 人类的流传, 但 就是义类的流传, 我们的英文圣经已经翻译了五百年了。 我刚刚去华盛顿的 Bible Museum, 有这么多语文的圣经,连一些土著的语文全部都翻译出来了, 这是谁做的? 有很多人翻译圣经他们熏道的, 但是这个魔鬼一定要阻挡的, 因为上帝的启示成为文字, 人能够读、能够听、明白之后能够信的这个事情。 所以,圣经重要的是什么? 现在撒旦知道不能推翻圣经, 所以他扭曲圣经,扭曲圣经的话。 所以我一直来是跟你们讲解,圣经是要讲什么的? 圣经是给人得救的智慧,救赎的。 还有什么?上帝说,末世有关救赎, 人的灵魂没有被救赎, 你发现你读圣经当作历史, 或者读圣经当作人生哲学、道德书, 其实你读了,反而灭亡。 对不对?因为你的灵魂没有得救, 所以人一定要重生。 圣经是叫人重生得救的, 然后与教导人、使人归正、使人学艺有益处的。 所以成圣你,使你越来越像基督, 然后预备你行善,行各样的善子。 行上帝所预备你行的,顺服祂。 其实这三样东西。 所以其实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先明白总原则。 其实这个美国社会很好的地方就是, 什么东西都是总原则。 那个main principle 抓得很紧。 好像你读十诫命的。 第一,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 对不对?这个总原则一有了, 你就会发现下面不可雕刻偶像, 不可忘成夜华的名, 首安息日,对不对? 然后,这个自动的, 在那个不可有别神里面, 下面是自动的东西出来。 所以很多人读圣经里面是, 行善,就是做好人。 其实是把人带回到神面前, 不可有别神, 只有一位神把你们从世界, 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的, 这位上帝。 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的principle, 人的被造,人的堕落, 然后救赎的领导, 这个main principle, 带领整个圣经的信息。 那么,所以人糊涂嘛。 读圣经的时候,人有自己的倾向, pick and choose。 在中国里面有一个弟兄说, 他是一个公安, 他的妻子是我们生命堂的一个带领者, 有一次他跟我说, 牧师,你讲得到,我信。 但是我接触的基督教徒在我那边, 他们是把圣经当作一条布, 这边剪一片, 这边喜欢就剪一片, 然后这个就成为我的圣经。 所以他们按着自己的倾向、 意思和需要来选择性地读圣经。 圣经是很多神迹的, 圣经是给人富裕的, 叫人丰盛的, 圣经是叫人成功兴盛的, 只有按着自己的需要来读的。 所以他看到这些人的结果, 根本不像基督, 根本不像东西, 所以他一直来不信这个东西, 直到他遇到我们。 所以我说, 你一定要听到真东西, 你听到圣经的中心信息讲什么, 不然的话, 你是怎么讲啊? 最可惜的, 来到圣经的面前, 这个解药在你的面前, 但是不吃。 那么, 有些人是抱着圣经灭亡的, 永远不知道这个救人灵魂的福音, 在这本书里面, 打开只有读到历史, 只有读到一些人物的故事, 但是圣经跟他的关系, 他不知道, 这是最可惜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美国社会, 每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神, 读到圣经。 但是, 你看, 撒旦的工作是怎样? 把人的心灵心术弄坏, 扭曲, 叫人读不懂圣经所讲的救赎, 然后不能把自己的生命降服于主, 这个问题。 所以, 谢谢弟兄, 我祝福你, 盼望牧师明年来, 让圣灵光照你, 使你重新明白这本圣经, 不会在火星出现, 不会在哪里什么Masminus出现, 或者天晚上, 不会在那个地方, 只有给人类, 只有给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人写的, 就是圣经。 如果你读的现在这本圣经, 真是上帝给的, 我可以跟你说, 他不会再下来再给你多一个Message, 因为现在这本书已经把开始末了都讲完了, 你要问的是, 那OK,如果我能不能上天堂, 我上了天堂之后的故事是怎样, 那个时候我们见到上帝才懂, 那个是你的永恒。 为什么我可以认识? 你一样, 你和天 administration都不合致, 但你很明顯, 认识是要火了, 我还是有很多, 很多人都会觉得, 很多人在规模是, 其实上是可以自己, 但是我深刻, 这种情况, 实际上, 我来当善因。 但是反过来有一定的悲罪啊 那要是要神多好 还能够不血尊是不错的 哈哈哈哈 嗯 就是那个教练 因为这种境外在哪 是没有挑战 如果你要不能挑战神的话 你说的真心也没错 但是 但是 每个人在这一家生活 对吧 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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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圣经说 说到重生的事情的时候呢 这是神说 我们主耶稣说 这是风吹的意思吹 祂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人不懂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些弟兄 我是介绍你读这本书 C.S. Lewis 的 Mere Christianity 因为你的思想呢 还是有一点无神论的 我感觉上 所以呢 绵羊兔子这些东西还不太搞得清楚 还有你自己加上的一些人生哲理 我感觉是这样 那你去读 Mere Christianity 先明白为什么 为什么有这个神存在的可能性 先明白为什么有祂存在的可能性 所以你排除一切 祂不存在的可能性先 先带到那个地步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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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我相信 你就是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 但是 我在人研究 那在人研究 事故事的研究 是另外的 对 你有思想 但是 但是 我要 神 为什么 是这样 存在的可能性 那 还有第二个东西 既然它是存在了 你的神观是什么 所以 对神观 祂是怎样的神 祂是马祖神 这个财神 之类的神 祂的能力是有限的 祂的救赎是有限的 还是祂是无限的 祂的慈爱是无限的 这些都是你的神观 你对神的认识 所以 先有神 然后祂是怎样的神 然后值不值得信的神 那后面是一定要这样做的 因为这个我们人的这个 reasoning 我们的心能够接受 脑能够接受的东西 是被convince的东西 所以神也给人理性 我们的确能够挑战 神的存在 祂是怎样的神 或者怎样 我们先去问 如果这个东西 我们不明白 我们读一些伟人写的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 我们不信的人 曾经不信的人 后来信了主之后 他们都想过的东西 所以这些参考书 也是解决我们的疑惑 也有的 但是最后人能够信 是封圣灵的工作 我曾经跟我的表弟吵过架 跟他传福音的时候 他死都不信 他说我为人正直 我卖保险做生意 对得起良心 为什么我要信 你说世人都犯了罪 我对得起良心 我跟他说良心 良心 什么良 这是华人讲的良心 良 这个是华人翻译出来的 这个conscience 不叫做良 是华人认为这个是良 是好的心 对不对 其实我们的良心都污染了 后来我无论怎样跟他解释 用哲理跟他解释 用什么历史跟他解释 没有用 有一天我看到他 他说他信了 然后他受洗了 我说为什么你信 我也不知道 就是上帝的爱浇灌我 很奇妙的 我就忽然间觉得 这个上帝的 他的无限的爱 胜过父母的爱 胜过一切一切的爱 他就信了 我也解释不了 他也解释不了 这就是上帝的奇妙 所以我们也应该明白 如果他是无限的上帝 那一定他有一些 他的作为做法 是我也不能参透的 所以我不能说 我用我的知识头脑 还是能够说服我们每个人 对不对 当然像我们谢弟兄 他有思维能力 他有思考这些东西 我只能讲到这个地方 但最后 这是圣灵的工作 有一个人是在我 所以 就是公主的人说 这公司 是人生的那一个 是人生的 这是很正常 因为每个公司 甚至每个 对圣灵的意义 就是一个圣灵 是一个圣灵的 虽然有版本的 我们也有点参与 但是 每个人都会 每个人都有思维 他在理想 多数多 而且在我们前面 就是有很大的 我相信 但是 最后 我们最后 会不会真正相信 都是每个人有思维的味 所以 我这样说 第一 我回答两个东西 第一 的确 每个人认识圣经 都好像看起来不一样 这个是一个误区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都透过自己的文化 信念 倾向 来读圣经 所以 真正要认识圣经的人 开始是拆毁的 否认自己的 甚至连自己的文化 人的背景 信念 这种东西 来认识神的 都放掉 然后重新问 圣经到底讲什么 然后第二 你会知道 虽然 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 读圣经 圣经一定有一个中性信息 就是基督并他丁实之架 基督并他丁实之架 他的救赎 中心点要抓好 然后从那个地方才发展 读整本圣经 那么这个 那就不会差异太远了 那所以呢 圣经也有很多版本 中文本 NIV KJV 什么本 对不对 翻译都不一样 但是中心信息是一样的 就这样 信 啊 实际上 人物流不信 这些东西都没有让 对啊 所以他的意思 他讲的没有错 有些人是新的 就去新的更清楚 那有些人是好像 哦 一直否定否定 到最后他挣扎挣扎 怀疑怀疑 像这个CS Lewis 最后信了 对不对 所以盼望学弟兄是这个 我再问一下 你们还有吗 还有没有要问的 我想问一下 就是您昨天讲的 关于那个天上的文化 和世界的文化 它是绝对冲突的吗 还是 但是我们可以 就是说 我觉得 一个人追求成功 他背影不一定是错误的吗 如果一个成功的人 他还是基督徒 他不是更有说服力吗 是 顺便讲这个东西 这个天上的文化 跟地上的文化 其实我曾经在一个神学院里面 听过一个讲师 一个神学博士 他讲这句话 他说 所有人的文化 都有上帝的属性的写明在里面 比如说我们华人 我们很在乎关系 圣经也是在乎关系 对不对 好像我们西方人 很在乎这个法律 人权要保护人的rights 这些东西 神也是用律法来保护他的子民 所以公义慈爱 都有这些 他就要证明这个东西 没有错 这个是一个部分歧视 一种部分 我们不能说 这个是神天上的文化 人地上的文化 跟上帝里面 都有人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人亲情 我们夫妇的爱 爱儿女的爱 这些都是神来的 对不对 我们人的法律里面 我们为了要保护社会 保护underprivileged 这个里面 都有上帝的属性在里面的东西 但是呢 那个欠缺 所以你要知道 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神的荣言 他的欠缺 He always missed the mark 射不重 就是不能达到上帝的水准 这个意思了 所以人的文化的欠缺在哪里 无论怎样好 提倡爱 提倡人权 他不是以神为中心的 不是把人带到神面前高举神的 他可以高举爱 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爱 这个爱慢慢变成什么 人的泛滥的爱 人的欢爱 甚至同性恋也爱 什么都可以爱 对不对 没有上帝的自由 freedom liberty 慢慢变成什么 我什么有自由 我自由骂粗话 我自由批评人 我什么有自由 我想怎样就怎样 那你的自由必定会造成另外一个人的损害 所以呢 你不把人带到神的那个文化里面 继续发展 这个人伦的东西一定会歪曲 变质 然后最后带来损害 所以天国的文化是怎样 天国的文化 所以不是讲地上的文化跟天上的文化融合 那上帝也要我们成功 上帝也要我们信祂 你一定要问 有一个主有一个赤 哪一个是主哪一个是赤 对不对 当我们讲到爱 是神先还是爱先 如果你人的爱先 就变成人的爱了 什么都爱了 然后不要讲责备人的话 不要纠正人了 那没有真理的爱了 不能了 对不对 一定是回到上帝先 回到上帝 讲自由 回到上帝里面讲爱 在神里面又成功 对不对 你必定亨通顺利 这是神讲的 但是亨通顺利里面也不代表没有十字架 亨通顺利里面也有你要背的十字架 要舍己的地方 要征战 杀种 打战的地方也有 所以这些好像亚伯拉罕 他也成功顺利 对不对 但是他一生里面没有儿子 他的这个难处 他的苦难 在他不断的来到神面前 也有可能 保罗身上 他得时不得时传福音 把福音传开了 但是他身上也有一根刺 他人生也遇到很多的苦难 他说凡敬虔度日的都会受逼迫的 不管你是这个地上你是成功有地位 还是卑贱的 你都会受逼迫的 你要过敬虔的生活 要传福音见证主恩 在你属黑暗之王的这个世界里面 你一定会被抵挡 所以这个是不冲突的 我们地上就会给我们新生 我每次的战争都得胜 但是我自己本身有自己的难处挑战 有一些东西我一直忍耐等候到现在 主还没有给我成就 在我服侍的道路里面还是很艰辛的 这个也是我一直待在我心中的 一直成为我的代导 叫我不断地谨慎倚靠神的地方 也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要听了 要全辈的福音要听 如果我们只有拿走十字架的成功顺利 那个不是圣经讲的成功顺利 所以我不反对成功 我不反对顺利 的确上帝给我们有很顺利的 得胜的道路都有的 所以Grace 这个方面 你先明白 所以天国的地上的 哪一个是主的 哪一个是赐的 这个地上的都要降伏在天上的 上帝是这样定的 不然 我们一直达不到神的水准 一直达不到神的水准 那这方面的解释会明白吗 好 今天晚上 好 这是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了 我想问一下 从耶稣顶十字架到现在已经两千年了 从那一刻到现在已经两千多年了 就我们review一下 这个使徒的福音传的 到底怎么样 review一下 使徒的福音一直传到今天 对不对 我跟你说 这个都传到加拿大了 福音从耶路撒冷江传出来了 对不对 到哪里 到欧洲了 然后从欧洲 这个美国了 美国了 亚洲 大陆 然后现在 这个阿拉伯国家 很多其实回教徒是信主的 其实我见过那边的宣教师 他们都跟我说 回教徒呢 十个 九个 他们都是梦见耶稣的 然后信了主 你们都听过吗 YouTube这些都有 这是真实的 我跟他们verify过 然后后来村长信了 孩子信了 都做一样的梦 然后呢 就信了 这样的事情呢 阿拉伯国家了 然后呢 圣经明明说嘛 以色列最后是 他们必定要回归嘛 那主才会再来嘛 无花果树的叶子 对 无花果树要发嫩 植子要发嫩 就是以色列人 他们要柔软 柔软起来 那有很多的方法 怎么叫他们柔软呢 第一 英文是这样讲 provoke them to jealousy 怎么叫 provoke them to jealousy 就是使他们激动他们的心 哎呀 外邦人都蒙受这样的祝福 我们这个神的子民 原来有旧约圣经的 我们还在排外 所以我们的人生这么痛苦 我们的国家常常有战争 这是可能第一种 provoke them to jealousy 第二种呢 就是大灾难 所以可能 以色列最后 一定可能是被被背叛 然后呢 我不知道 被良友背叛 谁会背叛他 只有美国会背叛 我不懂是不是美国 有一个总统会起来背叛以色列 其实现在因为美国保护以色列了 所以没有人敢动他一根汗毛 对不对 然后呢 全部的阿拉伯国家 开始会攻击他的时候 那时候全民悔改 那事情发生 这个是我到以色列去呢 很多的那边的学者 基督徒 现在有一些在那边 他们的解释都是这样 因为现在犹太人当中 只有百分之二信主 其他的都很刚硬 而且信主的都不是在以色列长大的 都是那些 从美国、俄国、澳洲、澳洲回归的犹太人 他们已经信了主回去的 所以这些人make up the 2% 多数是这样的 所以当地人这样convert 重生的海面 所以你看 使徒的福音传到今日 一直在传 回归耶路撒冷 这是上帝的应许 一分一秒都没有查错的 尤其是这个互联网来的时候 那你说教会呢 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软弱的事有 跌倒的事有 尤其是我每次发现福音到了一个地方 它climax了之后呢 它就掉下来了 好像到了欧洲、德国 对不对 climax了 后来慢慢你看这个Hitler就出现了 对不对 他们开始了二战 这是基督教呢 已经走下坡的时候 人已经经历了最大的恩典 也不觉得所以为然 然后呢慢慢就会堕落的道路 他们的优越主义、权势主义 就会压迫、软弱的 所以呢 欧洲国家已经 美国呢climax了吗 已经climax了吧 现在有些人说已经开始走下坡了 对不对 这个福音的纯净度已经慢慢失去了 中国climax了吗 还没有climax 有些人说还没有climax 就要走下去了 对 也可能是这样了 因为各种的假福音也已经在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为这个时代祷告 马太福音24章已经讲了 神会缩短那个苦难的日子 要不然连选民都会被欺骗的 所以神在保护他的圣民 但是像我们这样传讲福音的人要起来 继续像这个时代 又发射这个纯正福音的呼声 要讲得清楚 那主的子民才能重生悔改了 所以呢 多伦多有你们 全世界第二大的国家 其实是最大的 Sovien Union 已经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呢 Canada 是最大的国家 其次就是美国 后来就是中国了 你们这个三大国 很多的福音的潜能 在这个当中 我们继续要传 好吗 好 好 我们就到这边了 那我们今天我们 请我们文康长老 或者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大家起礼好吗 主我们 谢谢主的教导 我们 这两天的 也今天 特别今天的一个聚会里面 主赐给我们 丰富的一个话语 有很多的 思考 新的亮光 求主 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我们都能够确认 我们确认在我们的家庭 确认在我们的 个人的生命 也确认在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小组聚会里 主啊 但愿主 我们所听到的 特别从 所分辨的这个福音 所认识的这个福音信息 直到我们得到感动 得到正确的一个感动 这个感动在我们的心里面发作 叫我们喜传福音 也爱这个福音 也多经历这个福音 确认的时候 我们信心增长 成熟起来 可以信靠 这天国的这个福音 是可跟从 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越来越知道主 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美意 该怎样活 怎样走 主啊 我们都 以意交托在你手中 主 求主你继续用 今天的信息来带领我们 不止今天 明天 还有几个月 继续这样带领 主我们先要上去 求主给我们一个 好的休息 明天 再有能够相聚的 主啊 我们 主日崇拜 主啊 我们一同的 来敬拜你 主啊 到这个年底 到这个新年的时候 主啊 我们能够有一个反思 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 我们能够知道 该要改的地方 该要酌量的地方 不要一直被动 不要一直 一直就是 以老眼光来看 必要有新的 一个眼光 看我们自己的生命 要前进的要前进 该要追求的要追求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将交托祷告奉主耶稣 Amen